早上好 欢迎大乘凤凰早班车 带您来关注今日头条 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重阳节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时号给银灵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向全国的老年人致以诚挚问候 银灵行动是由全国老龄委 于2003年发起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 主要组织各领域的老专家 老教授 支援县发的地区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 多年来 大家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利用所学所长 服务基层 服务群众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季福利 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 既要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又要老有所为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银发力量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老龄工作 聚焦老年人的极难筹判问题 完善政策举措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 作用发挥好 权益维护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以色列军方10号的晚上 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区发动两次袭击 已经造成22人死亡 117人受伤 当天 乙军袭击黎巴嫩南部 三处联合国部队营地 并且建议维和部队向北部转移 此外 加沙卫生部门在10号发表声明 表示乙军在当天轰炸了加沙中部的一所学校 造成至少28人死亡 54人受伤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区10号晚遭到乙军空袭 冒出滚滚黑烟 市区街道一片狼藉 救护车穿梭其中 据悉 袭击分两次进行 目标分别是一栋八层建筑和一栋四层建筑 负责已完全倒塌 当地消防人员正在努力扑灭袭击引发的火灾 并疏散居民 珍珠党消息人士透露 乙军真正目标可能是多名珍珠党高层 其中珍珠党联络和协调部队负责人 瓦菲克萨卡在这次袭击中幸存 以色列同一天还袭击了黎巴嫩南部三处联合国部队营地 分别位于纳古拉地区以及拉布纳地区 袭击造成多名维和部队人员受伤 以色列军方10号稍晚回应 证实当天在纳古拉地区展开行动 在告知联合国部队留在保护区之后才开火 乙军还建议联合国部队向北转移5公里 另据黎巴嫩珍珠党10号发表的声明 珍珠党当天用导弹袭击摧毁一辆 向离南部纳古拉地区推进的以色列坦克 导致坦克内乙军伤亡 另一边在以哈战场 乙军10号轰炸加沙地带中部戴尔贝拉赫的 拉斐达学校造成数十人伤亡 加沙卫生部门称 这所学校安置有流利失所民众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指出 拉斐达学校靠近其位于戴尔贝拉赫的办公地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说 根据情报 以空军对拉斐达学校内的一处指挥和控制中心 进行了精准打击 武装分子利用学校策划和实施针对乙方的袭击 此外 乙军表示 当天在加沙北部与哈马斯武装人员交火中 损失三名士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黎巴嫩南部地区伴随以色列投入四个师的兵力 扩大在以利边境的地面进攻规模 与真主党展开激战 当地的民生遭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本台特派黎巴嫩记者在当地采访期间 和不同年龄段的失学青年 交流了他们对于时局的看法 从中体会到了他们的不满 也听到了年轻人对于改善时局的一些建议 塞达是黎巴嫩的第三大城市 也是目前躲避战乱的难民栖身的主要地点 我们赶到当地时 正巧路过当地警局 得知因为局势不断升级 所有警员都外派知情还是不够 只有让志愿者加入帮忙 还在读高中的亚纳 因为学校目前已经无限期关闭 所以就成了这里的志愿者 亚纳对离南边境局势 保持着成人级别的警惕 同时也对黎巴嫩政府的无力感到不满 你说你经常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首席 你什么会做的 如果我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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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了 我们的问题 第一个 首先我会解决 人们在这里有很多认识的认识 很多人不同的认识 不同的认识 所以我工作在这些认识的认识 比较分析 因为这些认识是这些认识 这是我们工作在这些认识的认识 里巴嫩大学生物系本科二年级的学生达菲 因为大学已经变成了难民收容中心 而自己也变成了这家名为阿里巴巴的餐馆经历 我们对话地点的背后 恰好是大批叙利亚难民棋身帝 19岁的达菲说 这就是中东人的宿命 霍夫与共相互牵制 在和两名当地新年对话期间 如果战士需要是否愿意参军保卫自己的国家 对方都坚定地表示一定会 我们这次在黎巴嫩南部采访期间 同处处在当地的一些黎巴嫩政府军的军人有过交流 他们当中有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 就对我们抱怨 持续不断的冲突 给他们的生活 尤其是经济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有些人每个月目前只能从政府那里领到250美元的收入 而在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前 甚至是更早一个阶段 他们每个月至少可以领到1250美元 所以差别还是很大的 而且很多人认为 如果冲突再持续下去的话 不仅是他们本人 他们的家人以及朋友受到的影响也会更大 而对于整个黎巴嫩的经济来说 就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冯华卫视 曹杰 李默克 黎巴嫩南部的采访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持续冲突 使得黎巴嫩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 更加的极其可危 当地的经济学者在接受本台特别记者专访时就指出 这次冲突也加深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需要立即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以免国家陷入更深的混乱 李兹卡拉教授 任职于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经济科学院 专注于研究货币稳定 以及黎巴嫩经济的美元化问题 他在采访中指出 随着以离冲突的升级 黎巴嫩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正在迅速恶化 他认为 黎巴嫩的经济过度依赖旅游金融等第三产业 而这些产业在战争的阴影下已经完全停滞 另外国家外汇储备几乎耗尽 整个经济体系的信任度已经崩塌 人民对未来丧失了信心 我们在线资料里面 现在我们在线资料里面 是必须保持在线资料里面 我们有落质资料里面 我们有落质资料里面 李兹卡拉教授呼吁不能再依赖短期的应急措施 想要真正重建黎巴嫩 恢复国内外对国家的信任 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建立一种更加平衡的经济模式 李巴嫩经济复苏的道路漫长而艰难 不仅需要解决内部的政治与安全问题 还需要外部的援助 而当下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战火中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行 避免社会进一步崩溃 富豪卫视尽量将心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报道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 时好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 多方关注事件 而联合国谴责袭击违反了国际法 并且表示部队人员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风险越来越高 意大利政府召见了以色列大使表达不满 而法国和美国等也关注事件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 10号向安理会汇报 指这次袭击证明了联合国驻黎巴嫩 临时部队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风险越来越高 联合国证实两名人员在袭击中受伤 所幸伤势轻微 正在医院治疗 发言人指责以军刻意向连立部队发动袭击 违反了国际法 正在同乙方跟进 Unifil reminds the IDF and all parties of their obligation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UN personnel and property and to respect the inviolability of UN premises at all times Unifil peacekeepers are present in South Lebanon to support a return to stability under Security Council mandate 联邻部队的一万多名士兵当中 大约十分之一来自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10号召见了以色列大使表达不满 国防部长克罗瑟托批评 这些袭击是敌对行为 没有任何军事必要性 更有机会构成战争罪 我为了解这种道理 我吓了一股非常酷的疾痛 我吓了以主要对行动作战争罪 也将来在罪网友,中了一位 在宫离德国的西方的军事中 Gallant 在一合议议交集合在法人中 法国在连离部队派驻了700多人 法国外交部10号发声明强烈关注事件 并谴责任何针对联合国临时部队的袭击 法方并要求乙方解释事件 认为冲突的任何乙方都有责任确保维和部队的安全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欧盟对连离部队的支持 并谴责乙军的行动没有合理解释 是再一次在黎巴嫩逾越了红线 必须为此负全责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表示非常关注袭击 发言人说 理解到以色列正在采取精准行动打击真主党 但表明行动不能威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攻击 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在10号召开了紧急会议 中国常驻联国代表服从表示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 强烈谴责 敦促以色列放下使用武力的执念 美方则表示 以色列有权保护其公民免受真主党袭击 伊朗要为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付出沉重代价 10日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三个少尉 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 当地局势不断恶化 联合国安理会在法国的要求下当天召开紧急会议 对当前局势进行评估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从表示 联立部队是根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执行维和任务 任何蓄意攻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谴责 我们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追责并采取措施杜绝在此发生 我们重申冲突各方都必须切实保障包括联立部队在内的全部联合国人员和资产的安全 傅从海表示实现停火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中方敦促以色列放下使用武力的执念 结束这场危机的钥匙在谁手里是清楚的 我们敦促以色列放下使用武力的执念 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 停止侵犯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 停止可能将地区拖入新的浩劫的冒险行径 美方则表示真主党长期对黎巴嫩和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 尤其是在伊朗的支持之下 他强调以色列有权保护其公民免受真主党袭击 伊朗需要为支持真主党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必须要准备在伊朗提供压高的账价 为抗议这个公司的计划 以及为抗议Hezbollah 这将会担心和安全威胁 封红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而以色列也声称要对伊朗做出严厉报复 各方也担忧 大战一处启发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9号开始陆续访问沙特和卡塔尔 这次阿拉格奇对于海湾国家旋风式的访问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据伊朗媒体报道 阿拉格奇9号访问沙特 与沙特王主本萨勒曼 和沙特外交大臣分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10号阿拉格奇对卡塔尔进行了一天的访问 他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莫罕默德举行了会谈 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话题 阿拉格奇表示 以色列的好战是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他要呼吁地区国家使用所有能力来制止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和里巴能的战争 阿拉格奇还对记者表示 这次访问非常重要 阿拉格奇特王主义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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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书 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民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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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对于穆森 德荷兰报道 本月1号 伊朗发射约200枚导弹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表示一定会反击 并且威胁要推翻伊朗现有统治 以色列的中东问题专家 到底如何看待伊朗和以色列 最近一轮的冲突呢 来看一下前方记者 发回来的先方报道 10月1日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后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赞扬了此次攻击 重建了伊朗的威胁力 并让整个地区支持者满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表示一定对此次攻击有所回应 以专家告知本台 伊朗在此时攻击以色列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 伸援黎巴嫩珍珠党 我认为他们非常关心 我们在中东西攻击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攻击 这是希泽巴勒 完全攻击在伊朗 而且在伊朗政策政策 利班牙 根据以色列本地媒体报道 11日的以色列内阁会议将讨论 授权总理和国防部长对伊朗执行反击 以色列官方和民间对于10月7日一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中 也屡屡强调伊朗是各个繁衣武装的支持者 对于以总理威胁要更替伊朗现有政权 以专家认为以色列自身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在其首都德黑兰 暗杀哈马斯领导人是对其主权的侵犯 伊朗有权发起攻击对以色列做出警示 而以色列方面认为伊朗长期扶植代理人 试图颠覆以色列政权 并在今年4月10月两次导弹攻击以色列 双方实质已在战争之中 凤凰卫视乎要以始恒 耶路撒冷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一会见 欢迎回来更多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10号傍晚在万象出席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 和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 举行了首次会见 李强表示 中日两国的发展对彼此是重要机遇 而不是挑战 石破茂就表示 无意同中国脱钩锻炼 国务院总理李强 与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的首次会谈 持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会谈中李强表示 希望日本切实恪守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共识 与中方一道相向而行 把捞双边关系的正确方向 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不断加强对话合作 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会关系 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李强明说 中日两国的发展对于彼此是重要的机遇 而不是挑战 中国愿意同日本一道 在科技创新 数字经济 预测发展等领域 挖掘出更多新的增长点 用好出口管制 对话机制 共同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 李强也说 双方要以更大的力度 支持开展地方 文化 体育 青年等交流沟通 不断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国愿意同日本加强多边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石破猫就表示 日中现在正沿着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努力构建建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方向前进 日本愿意同中国面向未来 加强高层交往 密切各层级的对话沟通 协商解决味觉的问题 持续推进互利合作 日本无意同中国脱钩锻炼 希望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 坚持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立场没有改变 愿意同中国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上的沟通 应对挑战 就在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日本新任首相 石破猫进行首次的双边会谈的前一天 中日外长也是进行了首次的通话 双方都希望在日本新政权上台之后 能够酿造出一个平稳的开端 并为11月份即将举行的 APAC和G20两场重大的国际峰会 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关系氛围 富翁卫视 胡宁晨期赵伟 外相报道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 10号到中国驻巴使馆 吊咽在卡西姆港燃煤电站中方车辆 遭恐袭事件当中遇难的中国公民 扎尔达里强烈谴责这一恐袭事件 并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惩治维稳 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八方承诺采取坚决措施 尽快将凶手绳制以法 切实加强对中国在巴公民安保 加大力度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国驻巴大使江在东敦促八方 从速查明真相 加快击凶成恶 全力保障中国在巴人员 项目和机构的安全 中方将继续支持八方反恐努力 共同维护中巴友谊 好 关注美国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道具时 民调数据显示 当下两位总统护选人 依然是难分胜负 选举预测模型显示 特朗普的势头在增强 哈里斯的胜券在降低 和当前大部分的民调不同 在选举博彩平台 被指因用户拿出资金进行的投注 更具说服力 因此受到关注 也是为了不少美国主流媒体 引用的数据来源 自副总统哈里斯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 其几乎在所有民调中 占据领先优势 并在全美范围内 领先特朗普多达7个百分点 最新的民调显示 两人的差距正在缩小 据538选举模拟器数据显示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的胜算 从9月18号的64%的高点 降至目前的53% 而特朗普的胜率升至47% 来到了8月11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库尼皮克大学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摇摆州 密西根的1对1的对决中 领先哈里斯4个百分点 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 也获得了2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 而在上月的同一民调当中 哈里斯在密西根略微领先 在威斯康星州 与特朗普基本达成平手 民调分析师认为 随着大选进入最后几周 哈里斯在辩论后的光环 逐渐黯淡 在铁锈带的支持率略微下滑 另外和大选民调不同 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 预测选举博彩平台 Polymarketing允许用户使用 加密货币对各种主题的 未来结果进行投注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认为 这一平台预测结果比民意更准确 因为这是用户拿出实际的资金 进行投注 截至10号 这一选举博彩平台显示 前总统特朗普的胜算 来到了55.8% 领先副总统哈里斯的43.5% 特朗普方面的交易金额 来到了4.4亿美元 远超哈里斯的3.2亿美元 凤号卫视杨本俊 李战青 罗湾相机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消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提出最新政策 将支持结束海外美国人的 双重征税制度 从而喊话海外共民投票 据《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在声明中表示 支持结束对海外公民的 双重征税 他还喊话这些境外美国公民 称这次总统大选中 他们的选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重要 美国对所有公民进行全球征税 这与其他多数国家 通常以居住地为基础 进行征税不同 延续自19世纪60年代 为自助南北战争而创立的所得税 美国对海外公民的税收 有一定豁免 前12.6万美元收入不需要缴税 还有一些住房费用抵免 对外国政府的部分支付 也可以获得税收抵免 但高收入者或者有退休收入的人 仍然需要向美国缴税 美国公民海外协会代表指 海外公民税的申报合规成本 远超实际欠缴税额 并且限制了美国人 在海外的投资和生活能力 但也有专家担忧 取消海外公民税将影响社会凝聚力 并助推富裕人群搬迁到低税国家 根据联邦选民协助计划最新统计数据 截至2022年 大约有440万美国公民居住在海外 其中280万是18岁以上 且有资格在居住州投票的选民 特朗普竞选团队 希望这项提案能够吸引这部分选民 尤其是居住在以色列的选民 凤凰卫视 陈飞飞 张兆宇 纽约报道 史上第五强的大西洋飓风 米尔顿 于当地时间的10号清晨 已经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东岸里进 它带来的强降与洪涝 还有龙卷风等灾害 已经在佛罗里达州中部导致12人死亡 以及超过300万电网用户停电 美国总统拜登10号在白宫战情室 召集国土安全部 国防部等官员 商讨飓风米尔顿的灾后救援工作 拜登当天敦促国会提前结束修会 为受灾的小企业提供拨款 而拜登还敦促特朗普停止散布假消息 为救灾拿出切实行动 拜登10号在白宫表示 在当地时间9号晚 过境佛罗里达州的飓风米尔顿 给坦帕地区带来了25到50厘米的降水 38场龙卷风席卷13个县 300多万人失去电力 飓风所造成的损失还在评估当中 拜登当天在白宫战情市 召集了国土安全部 国防部等部门的负责人 商讨灾后救援工作 拜登也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此通话 重申联邦政府将提供一切所需援助 拜登还敦促正在休会的国会议员 提前返回华盛顿 处理风灾后的经济需求 拜登还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隔空喊话 要求特朗普停止散布虚假信息 为救灾拿出切实行动 拜登澄清佛州受灾民众不会如特朗普与共和党人所说 只获得950美元的救助 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救灾所需资金 并确保所有的损失都将会受到补偿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时刻表示 在拜登政府企图夯实和日本及韩国关系之际 任何企图损害日韩关系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坎贝尔在华盛顿美国商务会的活动上表示 过去有国家采取行动破坏美日韩三国关系时 美国保持了沉默 但日后不会再这样 不论这些事情发生在日本或韩国 只要美国感到损害三国关系 美国便会止出来 它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事情 只表示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 下届政府都会继续深化美日韩关系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 今年八月份曾经发表联合声明 重申共同应对区域挑战的承诺 坎贝尔表示 他下周将会和日本新任首相石鹏茂会面 并出席韩国举行的三方会谈 朝鲜劳动党建党79周年庆祝演出 10号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举行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演出 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协同女儿到场观看演出 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等官员也出席了活动 表演者唱出了多首劳动党送歌和爱国主题歌曲 观众热烈喝彩 金正恩对演出成功表示满意 向表演者和观众亲切回首 金正恩之后出席了庆祝宴会 在宴会上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李日焕致贺词 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 中央干部学校的教员和研究员等应邀出席宴会 出席第79届联大一委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小波 10号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呼吁加强全球安全之力 他表示中国不会用核武器称王称霸 也不会用来恫吓无核武器的国家 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推进北约亚太化 这严重破坏了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 10日出席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 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小波 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他呼吁加强全球安全治理 倡导平等有序的多极化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他表示近年来各别国家持续强化军事同盟 推进北约亚太化 严重破坏了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稳定 中方敦促有关国家 停止发展和部署全球反导系统 停止在境外抵近其他核武国家 部署陆基中岛 各别国家不断提升核武器 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投入数千亿美元升级三维一体核力量 加快推进核武库现代化 该国持续强化军事同盟 打造各种歧视性小圈子 推进北约亚太化 甚至公然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岛和反导系统 严重破坏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 孙小波表示 中国奋行的是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中国不会用核武器称王称霸 也不会用来恫吓其他无核武器国家 中国始终把自身核力量 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不参加军备竞赛 不为别国提供核保护伞 不在别国部署核武器 中国不会用核武器称王称霸 也不会用来恫吓其零无核武器国家 任何歪曲抹黑 中国核政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凤红一事 陈银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核心社在10号引述了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利亚布科夫称 俄罗斯 美国 中国 法国和英国 五个核国家将会于未来两周之内 在纽约举行会议 但利亚布科夫并没有宣布 会议的具体日期 也没有透露将会有哪一级别的官员 出席会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于上个月宣布 修改俄罗斯的核策略 称俄方正在扩大 可能促使其考虑 发射核武器的情况清单 据看到的是 俄乌战士进入到了第三个秋冬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近期和欧洲多国领导人会面 游说盟友 采纳他尚未公开提出的胜利计划 并且讨论乌克兰 能否使用远程导弹来打击俄罗斯 泽连斯基马不停蹄访问欧洲多国 并且于10号晚上 立达了意大利罗马 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 泽连斯基曾经在防法期间透露 并没有考虑停火 而是希望通过本次的欧洲之行 来征许盟友更多的军事援助 来平衡战场局势 在结束对意大利的访问之后 泽连斯基还将前往德国 泽连斯基十日晚抵达罗马 受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欢迎 他与泽连斯基亲切拥抱 现场仪仗队奏响两国国歌 欢迎仪式结束后 两人步入室内进行双边会谈 泽连斯基访问意大利的前一战是法国巴黎 法国总统马克龙 十日在爱丽舍宫会见泽连斯基 并重申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针对泽连斯基所说的前线军事装备短缺问题 马克龙表示法国政府将信守承诺 在年内向乌克兰提供30亿欧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并计划明年出交付幻影战斗机 在泽连斯基到访的前一天 马克龙前往法国军营 视察在本国训练的2300名乌克兰士兵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共有15000名乌克兰士兵 在模拟俄乌战场条件下的法国训练基地受训 马克龙称法国坚守对乌克兰的承诺 将继续向乌方提供坚定支持 泽连斯基此前还到访文敦 分别与英国首相斯塔莫 北约秘书长旅特会面 三方更细致地讨论了 泽连斯基力求推动的胜利计划 以及是否允许乌军使用西方盟友 提供的远程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问题 斯塔莫的发言人会后表示 英国尚未批准乌军队而使用远程导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警告 若美英等国应允此事 无异于北约向俄罗斯开战 泽连斯基的欧洲行还在继续 他将于11日在梵蒂冈会见教宗方济各 随后前往德国柏林 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俄罗斯媒体10号报道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 在会见车臣共和国安全集团代表时称 自己有证据证明 三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和联邦议会参议员 曾经下令暗杀他 卡德罗夫表示 除非他们自证没有参与暗杀 否则将会与三人结下血仇 被卡德罗夫指控 有暗杀企图的三个人 分别是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贝克汉·巴拉霍耶夫 里兹万·库尔巴诺夫 以及俄罗斯联邦议会参议员 苏莱曼·克里莫夫 卡德罗夫强调 有目击证人可以证明 三个人曾经物色潜在的人选 来执行暗杀 并且清楚杀手将获取何种的酬劳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 一会见 中国文教部在时候表示 由于美国近日宣布 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大额武器援助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外国制裁法决定 向对台军售的美国三家军工企业 以及10名高级管理人员 采取反制措施 尤其日起实行 外交部宣布 对边缘自治运营公司 亨廷队英格尔斯工业公司 斯凯迪奥公司等三家企业 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 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 合作等活动 同时对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亚洲区主任萨顿 和宇航环境公司副总裁 朴英泰等10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 个人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 合作等活动 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 不准入境 包括香港和澳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10号就赖清德所谓双市讲话 回答记者提问 陈兵华表示 赖清德讲话蓄意加剧 两岸紧张局势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其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 稳定的祸根论源 将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 陈兵华表示 赖清德在讲话中 继续鼓吹户不利数的新两国论 编造台独谬论 宣扬分裂主张 煽动两岸敌意对抗 这充分表明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充斥对抗思维 不断挑衅滋事 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陈兵华强调 台湾同胞始终是 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始终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始终是 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祖国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始终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制度不同 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当前反对台独分裂的斗争 不是制度之争 而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 赖清德处心积虑 为分裂国家拼凑依据 企图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 其谋独挑衅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 祸根捺源 将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 陈兵华指出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福祉 细于民族复兴 不管赖清德讲什么 都改变不了台湾是 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和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事实与现状 大陆方面将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和久而共识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来干涉图谋 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澳门特区第六任巡论长官选举 即将展开 候选人曾靠会 早前在竞选活动的首日 就公布了政纲 列举包括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等五大理念 随着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 加速发展 不少澳门居民关注 能否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选择 未来这份政纲 如何落实五大理念 如何带领深河区建设 再上新台阶 都值得关注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 5月中旬考察调研澳门期间 曾到访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 了解情澳一体化的进程 夏宝龙在深河区考察了政务服务中心 澳门新街坊住宅项目 及附近配套学校 以及在深河区运营的两家澳门企业 了解澳门居民在深河区的生活 置业和工作情况 澳门地域有限 过去经济结构较为单一 如何获取更大发展空间 并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对于澳门市民而言颇为重要 因此深河区的建设也备受关注 能否由此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让年轻人有更多就业选择 以及推动澳门创科等多个领域的发展 都是热议的话题 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 曾浩辉9月28号公布政纲 当中列举了五个方向的理念 包括加快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其中推进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在上新台阶和高质量参与建设 越港澳大湾区 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环节 他早前在公听会上谈及施政理念 并强调如果当选行政长官 会引进更多符合恒情发展的 大企业落户恒情 同时考虑多派公务员到深河区 参与职委会下的工作 促进澳门民商市等领域的规则 在区内更好对接 而未来如何向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力 也是岑浩辉及团队正在探讨的内容 他表示会协调业界继续打造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体育之城 文化之城等形象 同时也鼓励博彩企业 发挥在娱乐产业方面的组织能力 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访澳 凤凰卫视张又人香港报道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 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见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四小时的下跌 其中一个原因是 9月份美国的核心通胀 升幅是超出了预期 这也反映出当局在遏制物价方面停止不前 再加上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提升到了14个月新高 都力淡了投资气氛 现在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 42454点 跌57点 跌幅0.14%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8282点 跌9点 跌幅0.05% 标普500指数收报5780点 跌11点 跌幅0.21% 10月10号的21时50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三号引运载火箭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高轨卫星03星 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长征三号引运载火箭点火起飞 最后成功将卫星互联网高轨卫星03星 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538次飞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 正在对斯里兰卡进行友好访问 10号向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开放 吸引不少的华人登舰参观 10日斯里兰卡华侨华人来到科伦坡港 兴致勃勃参观正在友好访问斯里兰卡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 破浪号是中国海军首艘风帆训练舰 是一艘三维全装备快速翻船 排水量1200余吨 主要用于海军任校学员进行天文航海和传统船艺 航海技能培训 同时开展对外军事交流 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吴宏源表示 非常高兴能在斯里兰卡参观中国军舰 这次能在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地方参观我们的破浪号训练舰 心情非常激动 破浪号的到来对于增强中斯两国的友谊 一定会产生良好的注意 祝中斯友谊第九天长 破浪号是斯里兰卡新总统迪萨纳亚克当选后 接待的首艘外国军舰 斯外长维吉塔赫拉特表示 多年来来自多国的训练舰都曾访问斯里兰卡 四方都给予许可 按照这个惯例 四方也给予了破浪号许可 赫拉特强调斯里兰卡与所有国家都保持平等交往 在上一届维克拉马辛哈政府 斯里兰卡政府允许中国船去入港 曾引发印度不满 迫于压力 去年斯里兰卡对外国科考船实施了一年临时禁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 此次远海实习训练 访问越南 印尼 斯里兰卡 新加坡等国 并将技术停靠香港 宗皇卫视杨诗员斯里兰卡 哥伦坡报道 英国的凯特王妃上月初宣布完成化疗之后 在10号首次公开露面 凯特与丈夫威廉王子当地的10号 到绍斯波特出席活动 探访应急工作人员 绍斯波特7月发生持刀袭击案 造成三名儿童死亡 这次出席活动的救护人员以及消防员等 当时曾经都参与了应急工作 英国王室消息人士指 凯特临时决定陪同丈夫参与活动 以展示他对当地社区的支持及同情 凯特今年3月公布患上癌症 随即开始接受化疗 并且在9月初公布 已经完成疗程 将会逐步地重投公共服务 瑞典学院在10号宣布202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由韩国的女作家韩江获得 韩江也因此成为了首位亚洲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第二位韩国籍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将会获得1100万瑞典克朗 也就是约合750万人民币的奖金 诺贝尔委员会发布的声明表示 韩江对身体与灵魂 活人与亡者之间的联系 有着独特的洞察力 并以其诗意和实验性的风格 成为当代散文的革新者 韩江1970年与韩国光州出生 1993年投身文坛 1995年出版散文 处女作离水之恋 2016年他凭借小说素诗者 获得了布克国际文学奖 这是他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小说 被视为他在国际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素诗者讲述一名反复被噩梦折磨的女主角 选择不再吃肉 并与她的姐夫陷入不伦关系 进入有如精神病的状态 并通过植物和燃烧的树木 表现迷人又危险的象征 莫贝尔委员会成员安娜卡林帕尔姆表示 韩江的抒情散文既温柔又残酷 有时还带着些许超现实主义 素诗者已被改编成电影 于2009年上映 而他最新的小说《不做告别》 已在2023年翻译成中文出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